幸运的汉斯 汉斯为他的主人服务了七年 于是他对主人说了 主人 我的时间到了 现在我很高兴回家去看我的母亲 把我的工钱给我吧 主人回答说 你忠心耿耿地为我服务 服务有多好 报酬就有多好 他给了汉斯一块和他的头一样大的金子 汉斯从口袋里掏出手帕 把那块金子包好 扛在肩上 踏上了回家的路 当他一前一后地走着的时候 看见一个骑士 骑着一匹活泼的马 快活地跑了过来 啊 汉斯大声说 骑马多好啊 你坐在那里 就像坐在椅子上一样 你不会被石头绊倒 你可以省下鞋子 然后上马 你不知道怎么上马 骑马人听到了他的话 停了下来 叫道 祸落 汉斯 那你为什么不行 我必须走 他回答道 因为我有这个疙瘩要背回家 他确实是金子 但我不能直着头去拿他 他弄疼了我的肩膀 这样吧 骑手说 我们交换 我把我的马给你 你把你的疙瘩给我 我诚心诚意 汉斯说 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得带着他爬行 骑手下来 接过金子 把汉斯扶了起来 然后把缰绳紧紧地握在手里 对他说 如果你想走得真正快一点 就必须点着舌头脚 Jub Jub 汉斯坐在马背上 骑着马大胆而自由地走了 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过了一会儿 他觉得马应该跑得更快些 于是他开始用舌头搭搭地叫起来 Jub 诸仆 马儿猛地一跑 汉斯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甩了出去 摔在了田野和公路之间的沟里 要不是一个乡下人拦住了马 马也要逃掉了 那人正赶着一头牛 从路上走来 汉斯四肢病龙 又用腿站了起来 但他很生气 对乡下人说 骑马真是个糟糕的笑话 尤其是骑上这样一匹母马时 他会踢人 把人甩出去 这样就有可能摔断脖子 我再也不会骑他了 现在我喜欢你的奶牛 因为你可以安静地走在他后面 每天都能喝到牛奶 黄油和奶酪 如果能有这样一头奶牛 我愿意付出一切 好吧 乡下人说 如果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乐趣 我不介意用牛来换马 汉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乡下人跳上马 迅速骑走了 汉斯静静地赶着他的牛 想着他幸运地交易 只要给我一点面包 我就能吃到黄油和奶酪 如果我渴了 我就能挤牛奶喝 好心人 我还想要什么呢 当他来到一家客栈时 他停了下来 心满意足地吃光了身上所有的东西 他的晚餐和晚饭 还用最后几个钱喝了半杯啤酒 然后他赶着牛沿着通往母亲村庄的路 继续前行 临近中午 天气变得更加炎热 汉斯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荒原上 大约花了一个小时 才穿过这片荒原 他感到非常炎热 口渴的舌头都贴到了嘴唇上 汉斯想 我可以找到解渴的办法 他说 我现在就给奶牛挤奶 用牛奶提神 他把奶牛拴在一棵枯树上 由于没有桶 他就把皮帽放在下面 但怎么挤 也挤不出一滴奶来 当他笨手笨脚地开始干活时 那只不耐烦的野兽 终于用后脚 狠狠地打了他的头一下 他倒在地上 好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好在这时 一个屠夫推着一辆手推车从路上走来 手推车里躺着一坨小猪 这是什么把戏 他喊道 并把汉斯扶了起来 汉斯告诉他 发生了什么事 屠夫把酒壶给了他 说 喝点酒 提提神 这头牛肯定不会产奶 它是一头老牛 充其量 它只适合离地 或者屠夫 好吧 好吧 汉斯一边捋着头上的头发一边说 谁能想到呢 在家里能杀到这样的野兽 当然是件好事 有肉吃了 但我不太喜欢吃牛肉 他对我来说不够多汁 像现在这样的小猪才好吃 味道完全不同 还有香肠 听着 汉斯 屠夫说 出于对你的爱 我愿意交换 我会把猪让给你 换回牛 上天会报答你的 汉斯一边说着 一边把牛让了出来 同时把猪从推车上截下来 把拴猪的绳子 放到了他的手里 汉斯继续往前走 心想 一切都如他所愿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马上就能解决 这时 一个胳膊下 夹着一只上好白鹅的小伙子 加入了他的行列 他们互相到了早安 汉斯开始讲述他的好运气 以及 他是如何总是能买到如此便宜的东西 小伙子告诉他 他要带这只鹅 去参加洗礼宴会 他又说 把他举起来吧 说着他抓住鹅的翅膀 他可真重啊 过去八个星期里 他一直是肥肥胖胖的 等他烤熟了 谁要是吃上一口 就得把嘴两边的肥肉都擦干净 是的 汉斯一边说 一边用一只手掂量他的重量 他的重量不错 但我的猪也不差 与此同时 小伙子狐疑地看了看这边 又看了看那边 摇了摇头 你看 他最后说 你的猪可能不太好 在我路过的那个村子里 村长自己的一头猪 刚刚从猪圈里被偷了出来 我担心 我担心你的猪在那里被偷了 他们已经派出了一些人 如果他们抓到你和猪在一起 那就糟糕了 至少 你会被关进黑洞里 好汉斯吓坏了 天哪 他说 帮我摆脱困境吧 你比我更了解这个地方 拿走我的猪 把你的鹅留给我吧 我会冒点风险的 小伙子回答道 但我不会让你陷入困境的 于是他把绳子拿在手里 沿着小路把柱赶走了 好汉斯无忧无虑地抱着鹅回家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仔细想一想 这次交换 我甚至还得到了好处 首先是上好的烤肉 其次是从鹅身上滴下的大量脂肪 这些脂肪 可以让我用四分之一年的时间做面包 最后是漂亮的白色羽毛 我的枕头里要塞满羽毛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摇晃着睡觉了 我的母亲会多么高兴啊 当她穿过最后一个村庄时 一个磨剪刀的人 推着她的手推车站在那里 当她的车轮呼呼转动时 她唱道 我磨剪刀磨得快 我的外衣被风吹到身后 汉斯站在原地看着她 最后开口对她说 你磨得这么开心 一切都好吧 是的 剪刀磨工回答道 这个行业有一个金色的基础 一个真正的魔匠 只要把手伸进口袋 就会发现里面有金子 但你在哪买的这只好鹅 不是买的 是用我的猪换的 那猪呢 我用一头牛换的 那牛呢 我用它代替了一匹马 那马呢 我给了她一块和我脑袋一样大的金子 金子呢 那是我干了七年的工钱 你每次都懂得照顾自己 墨房主说 只要你站起来时 能听到钱在口袋里叮当作响 你就发财了 我该怎么做呢 汉斯说 你必须像我一样是个魔工 除了需要一块墨石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 我这里就有一个 当然有点破旧 但你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 只要给你的鹅就行 你愿意吗 你怎么能这么问 汉斯回答 我将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家伙 如果我只要把手伸进口袋就有钱 那我还需要再反倒什么呢 他把鹅递给了他 并用墨石作为交换 现在 末将一边说 一边拿起他身边的一块普通的重石 这是给你的一块结实的石头 你可以在上面好好地敲打 把你的就钉子垂直 带上它 小心保管 汉斯把石头装好 心满意足地继续往前走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他喊道 我一定是生来就带着大铁锅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与此同时 由于从天亮起 他就一直站着 他开始感到疲倦 饥饿也折磨着他 因为在他得到奶牛的喜悦中 他一下子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最后 他只能艰难地前行 每分钟都不得不停下来 石头也让他感到非常沉重 这时 他不禁想 如果刚才不用搬石头 该有多好 他像蜗牛一样 捏手捏脚地来到田野里的一口井边 他想在那里休息一下 喝口凉水提提神 但为了避免坐下时弄伤石头 他把石头小心翼翼地放在井边 然后他坐在井边 正要弯腰喝水 一不小心推到了石头 两块石头都掉进了水里 当汉斯亲眼看到他们沉入水底时 他高兴地跳了起来 然后跪在地上 热泪盈眶地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也给了他这样的恩惠 用这样好的方式 把他从那些沉重的石头中解救出来 而他自己却没有任何自责的必要 他喊道 天下没有人像我这样幸运 现在他怀着轻松的心情 摆脱了一切负担 一直跑到了母亲的家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